在新的一年 我有新的系列 这系列就是耶稣的名 哦耶稣的名很简单啊 每天都耶稣的名嘛 我们导个也是奉耶稣的名嘛 但是多少个人真正知道耶稣的名的蓝意 和能力和权柄背后的所带来的 我们常常把耶稣的名过在口中 可是我们不知道他的能力在哪里 今天所以我就给你看这个主题耶稣的名 在那边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呢 跟你讲个笑话 我们在不久前啊 十一二三十一号啊 十一三号我们有个过年崇拜 过年的感恩聚会 每一个人都写着新年的愿望嘛 是吗 那这个 这里有一个胖九十斤的女人 在新年许下的愿望是这样 请你注意点啊 有一个胖九十公斤的女人的愿望是这样 神啊 要是你不能让我瘦下来 就让我周围的朋友都胖起来 你看 再注意点一下啊 神啊 要是我不能让我瘦下来 就让我身边的朋友胖起来 所以要做好朋友 不是所有人都希望做好朋友 这是一个愿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新年的愿望 当然这个有的愿望是死记的 有的愿望不死记的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愿望 有盼望 我们人活着就是有盼望 OK 要今天回到今天的主题 耶稣的名 耶稣基督将所有的能力和权柄 都投资在自己的名字上面 今天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有权利去使用这个名字呢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个权利 耶稣也告诉我们有这个权利 我们可以用他的名字对付魔鬼 可以用他的名字来服侍病人 事实上 兄弟妹 一个名字代表一个人 名字包含了一个人 又有多少的权势和地位 所以基督的秘诀不在于我们如何去依靠 和使用耶稣的名 但是许多基督不知道 使用耶稣的名的重要性 也不懂得依靠耶稣的名 实在的名 我们来看几个经文 第一 耶稣的名 在祷告上 放进去看得到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John Gospel of John Jap.16 23-24 到那时你们 什么也就不问我了 我实实在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应我的名赐给你们 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 如今你们求 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我们做了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免你今天早上求主 你打开你天上的门库 倒下你的马拉给我们 让我们的心灵能够饱足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灵命能够成长 能够更亲近你更认识你更多 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能领受你的话语 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 感谢赞免你录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大家讲 Amen 那耶稣提到如何用祂的名来祷告 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东西 耶稣说 向来你们没有 向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向来的意思是过去没有记录的 到目前耶稣说话的那一撒那那一刻 也是没有记录的 换句话说呢 门徒啊跟耶稣跟的那么久啊 从来没有用过耶稣的名来求什么 如今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 他要揭开一个新的里程碑 他告诉他们什么 如今你们求 如今你们求救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我们 我们的 常常啊 祷告啊 兄弟妹 我不知道你祷告吗 然后你有鼓励 你有常常有很努力的祷告吗 但是很多在镜头啊 他说 不是我不是没有祷告 可是祷告那么久我都没有得着 但是为什么没有得着呢 有此的原因 有些人祷告是这样的 他们常常这样祷告 为着耶稣啊 为着你的缘故 为着你的名称 呃 我们如何如何的求你 我们常常 跟耶稣谈条件啊 耶稣啊 我今天求你啊 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你的名字 为了你的荣耀 为了你的名声啊 不要 要不然你没有面子啊 以后能感性耶稣了 我们要从天国的丰富里面得着 从天国那边得着 一直得到天安 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方式 跟上帝讲话 如果我们没有用对channel 跟上帝不同的channel 难怪你的祷告得不着 今天圣经是告诉我们 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说 今天祷告是为了主要 圣经讲啊 祷告是为了教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不是为了耶稣的名字 也不是为了耶稣的名声 也不是为了教会的名声 今天你求上帝是因为你的需要 不是耶稣需要被医治 是你需要被医治啊 这种的仇恶观念能力导致他们的祷告 生活和他们的信心 直接或间接的受影响 我们求不是为了耶稣的名声 我们求也不是因为他的缘故 我们祷告全因为了自己 来跟旁边讲 我祷告是为了我自己 阿们 所以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啊 许多的祷告因此被破坏 而没有果效 因为他们为耶稣的缘故 为耶稣的缘故来祷告 来求告 而不是奉耶稣的名 来求 今天在约翰福音里面啊 约翰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仅可以使用耶稣的名 他更宣布 每当我们使用耶稣名的时候呢 一定会成就 因为三经他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因我的名示给你们 耶稣有没有说谎啊 耶稣有没有讲骗话 一个老实的人 一个真实的人 他还要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英文说 very very I say unto you 就是说 当这个老实的人跟你讲 我真的真的跟你讲 实在的跟你讲 但是很多人没有 很多人不信他自己的祷告 很多人不信他的祷告 很多基督也不信他自己的祷告 很多人从信念圣经里面有一次 彼得都在监狱里面被传福音 然后被捉在监狱里面 全教会的人都为他祷告 祷告到 然后天使就打开那个监狱的门 把他带出来 然后彼得回到他们的教会里面 他们开校门 没有人敢开门 他们讲是彼得 可能彼得在监狱里面 看到没有 很多次基督 连基督都自己都相信自己的祷告 简单来说 我会批准复便会成全你们的要求 这是一个何等的应数 可是我们不明白耶稣的意思 我们常常被宗教的意思来洗脑 排除了新叶圣经的思想 而冲淡了上帝的应许 然后我们添加一些耶稣没有讲过的话 我们加了这样的一句话 很以为很属灵 如果是上帝的旨意 对不对 如果你祷告 你不知道上帝旨意 你请你不要祷告 因为你在浪费时间 祷告 你祷告是因为你很清楚上帝会听你的祷告 我常问 你相信你祷告的时候 你会改变上帝吗 改变上帝的心意吗 有些人说会 有些人说不会 不会说不会的人说 原因的理由是 上帝是昨日经日永不改变的吗 如果祷告能改变上帝的心意 他是不上帝的哦 在某个程度里面是对的 但是在总括来看上帝 了解上帝的个性的心情 你是错的 祷告就是要推动上帝的手 祷告就是要改变上帝的心意 当然有一些大原则是不能改变的 比如说你们祷告 上帝啊 你让太阳从西边出来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了 因为这是离开了大环境 大自然界的原则 违反了大自然界的原则 所以 但是 祷告的本意就是要推动上帝的手 我们在信念里面 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样子的思想 许多人就这样祷告 没有果效 因为他们想 这应该不是上帝的旨意啦 因为求那么久我都没有得到 如果上帝的旨意 他一定给我嘛 到今天我们 我们都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我告诉你 你要知道上帝旨意是什么吗 圣经妹 上帝旨意就是 约翰福音16章23节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他必应过的名 使命 这里旁边 朋友 兄弟姐妹说 上帝旨意是 约翰福音16章23节 24节 约翰福音16章23节 约翰福音16章24节 阿们 阿们 所以清楚了 请你不要说 如果是上帝旨意 如果是你的旨意你给我 这个是很磨灵良可 很模糊的祷告 请你不要浪费钱 我们每一次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的时候 你就要确认很相信上帝旨意的祷告 然后我们呢 关于为他人的要求 需要来祷告的时候 他的意志力和他的怀疑 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信心 但是别人的不信 别人的怀疑 不能影响我们的祷告 和我们的需要 阿们 我们第三者的信心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祷告 但是我们自己的祷告 不应该别人怀疑 不应该祷告 祷告 那个人的不信 不能影响到我们的信心 因为我们必须要遵守 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二十节的原则 然后呢 我可以告诉你啊 在过去的二十三年 我信了耶稣的这个过去的二十三年 我每有一个祷告是上帝不吹 只有三个东西上帝才能跟我讲 上帝讲可以 他就green light就可以走了 然后事情就办成了 然后又过着上帝说 等等 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或者说 上帝说 oh no 红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每一个祷告都是上帝的意思 Amen 我们接下来看 耶稣的灵在神迹上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七节和十八节这么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灵赶鬼 说心方言 奉我的灵赶鬼 奉我的灵多心方言 奉我的灵守人大舍 奉我的灵若喝什么毒物也必不受汗 奉我的灵守暗病人令人就必好了 兄弟妹 我们不要看耶稣的灵 第一个很普通很随便 耶稣的灵的背后 在灵界里面 连魔鬼都知道 耶稣的灵是可以用在行神迹的上面 我们有权并自行神迹在地上 我在中文的另一个版本的译本来找这个经文 有的经文这样的翻译是这样写的 信的人必有神迹配合他们 我喜欢这个版本 因为配合比跟随更强烈 信的人必有神迹配合他们 所以这样的翻译符合我们 是一个神同意神同在和神同工的人 我们是神的儿女 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谁是信的人 谁是信的人 我们 但是圣经没有告诉你啊 我要提醒你啊 有些信仰耶稣人也未必信啊 不可能啊 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啊 所以你不信 就算你信仰耶稣人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信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 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就是信的人 所以今天关键不是你有没有神迹 你能不能行神迹 关键在于你信不信 关键是信心 没有信心的人呢 是看到神迹的 有信心加上奉耶稣的名 有信心建立在耶稣的名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看到神迹发生在你身上 我这里有个短片 它是 英文版本的 稍微解释一下 等一下我解释一下 这个人啊 是在珠宝商店里面做工的 在珠宝商店做工的 乱间有一个抢匪 拿抢进来要抢劫 他说把所有东西叫出来 不然呢 我就对你不客气 然后这个女人啊 这个妇女啊 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她当下怎么摩 她当下没有这样 救命啊 她没有这样讲 她当下我奉耶稣的名 我命令你离开 我靠着圣灵的能力 我叫你的枪放下 然后这个人呢 也不不奇妙的 乖乖的把枪放下走出去门口 这就是耶稣的名 这个也不是故意拍 这不是一套戏来的啊 先讲 这是因为他们有CTV 把整个过程把它记录下来 我要让你看见 耶稣的名字有何等的能力 准备好了没有 我可以放了 Frisco,Texas Sometimes you don't have a weapon for fighting back and when an arm of a butter burst through her door Shop owner Mari and Jedwick Think she doesn't have a prayer I'm going down the counter He comes to the counter with his gun and he taps on it and he says this is a robbery I don't want your money With a loaded gun just inches from her face Mari and calmly retaliates using the power of the ultimate I move without a monster What want the level of Jesus I planted my feet pointed my finger at his face and i said in the name of Jesus You get out of my store I planted my feet Oh she's a hair trigger I belong to smitherees Mari and That was my weapon I had one shot The thief reels from the biblical assault But the preacher is not done with her sermon Mariot, I bind you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Leave Mariot, though, to know if the crook is afraid of Jesus Word He backed up And he kept backing it up until he got to the front door And then he took off Mariot may not have saved the robber's soul But using it 多了,多了 OK, thank you 所以你看 耶稣的名字是何等的 这个布 如果没有用CDP 你看那个片段比较 Quality比较差 因为它是CDP的片段来讲 如果没有CDP拍下来 我们更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 竟然有抢匪 有抢匪 连抢匪也怕耶稣的名字 我相信抢匪不是本身 它本身要抢 而是背后的灵 那些邪恶的灵在操纵 它命令不是这个抢匪 而是抢匪背后被操纵的 被捧绑的生命的那个灵 然后那个灵要听耶稣的语气 今天很多人 尤其是在美国 你看美国西啊 他们滥用耶稣的名字 你常常看到他们的美国西 All for Christ Oh Jesus Christ 那些 又把耶稣的名字 拿来当着开玩笑 拿耶稣的名字 加一些黄色的笑话下去 难怪耶稣的名字 在这些人身上都没有 没有能力 没有power 但是我告诉你 圣文基督 你可以什么都没有 你不可以没有耶稣的名字 我记得我在17岁的那一年 我在一间的戒斗所里面服侍做工 你知道戒斗所里面很多都是白本道友来戒斗的 然后他们如果那个毒瘾没有发生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missnice guy 很好 很好 好好的人 他们跟你跟你相处的很好了 很很不错的人 可是一旦毒瘾发生的时候 他们六亲不认的 我记得有一个他刚刚来进来不久一个星期 然后他在戒斗的乐戒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间从那个卡骨给我们有个lock up 房的 lock up 房出来他坐在那边 我也不知道 我在我也在做一些东西 然后呢 这个人呢从旧工业那厨房啊 拿着两把菜刀放在我放在我里面的锅子 入外板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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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才17岁 我信・耶稣才2年 我什么都不会做 但是我想到 我有耶稣的名字 然后我就指着那个百分道友去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堭把你的手 也敢对上帝的儿女没有无理 我现在讲 这样的话 然后他这个人啊,莫名其妙的,好像手啊,软下来扭力地把这个刀钉下去,后面有一个印度地上把他夹着。 我要告诉你,我要鼓励你从里面,耶稣的名字蛮有能力的啊。 每一次你呼喊耶稣的名字的时候,耶稣的名会发生在我家。 当你在危险极难的时候,你必须要懂得用耶稣的名字。 基督可以没有钱,基督可以没有资源,可以没有很多东西,也没有什么物质的东西。 但是基督不可以没有耶稣的物质,以有耶稣的名字在你的。 啊,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怎么说?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所有,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为的门徒,奉父子摄定的名字,他们是谁。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在升天前,离开的时间,跟祂的门徒say farewell,bye bye, 最后一面就说,bye bye,bye bye,我们走了,我要走了,你们跟你们bye bye。 他是讲一句话,人要离开的最后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啊,man, 他要交代的话也很重要的,耶稣讲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ok,bye bye,回家,他没有这样,他没有停在这里,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是我们做门徒。所以你们去,这伦命呢,这个权柄呢,在哪里?在每一个门徒的身上。 很多戒徒就莫名其妙的无理无头的过程者,他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你今天做戒徒,其中有一个福利,或者一个piverage, 只要上帝有福利,上帝给我们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名,耶稣的名,耶稣的名, 耶稣的名,所以我们要去,耶稣没有停在这里,所以你们要去,我们去就看下去, 所以神同工,神同工,神同在的应许。 然后,在摩泰徒,另外有一个经文,这里没有哦? 哦,没有了,没关系。 哦,这里没有排过,另外一个经文说,我实实在的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恶意的求,求什么是? 我在天上的父也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那里在那里,因为无论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上帝告诉我们一个,应许哈利乎亚,这是最大的耶稣的名,最大的秘密。 这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得胜的命绝。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在那里,看着我们两三个人,同心恶意的事,给我们成全。 我们回到刚才,马太菲的18章20节,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怎样与我们同在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在一起,我就在他们当中。 很多人用这个经文,解释成教会,你们来聚会说,上帝在我们当中,这是没有错的。 但是,这个经文啊,的确确确说,只要有两个信的人奉我的名在一起,上帝就要我们当中。 我当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就能带出权柄和能力来。 这是密确,他以能力有我们同在,借着他的名字的权柄,有我们同在。 那我就,再结束,就做一个比例这样。 这就好像一张只开支票。 这张支票的问题不在于加码有多少,而是谁签这张支票。 假如一百万的支票,没有授钱的签名啊,这张支票等于一张废纸。 支票本身不在于那个价码多少,你可以写一千万都好,你写一百万都好,如果签名的人,不对,这张支票也是作非。 今天,耶稣的名就好像签在这张支票里面,然后呢,那个价码额度是你们自己去学的。 有些人啊,在这个支票里面啊,只写一块钱。 为什么写一块钱呢?因为他表示他很谦卑。 所以咯,他们生活就过得很辛苦咯。 可是上帝的本意啊,不是要我们过一个可怜兮兮的来过日子,而是丰盛得胜的生活。 叫我们能够有妖子的名字。 有些人啊,在生活里面啊,任由任由魔鬼偷窃他们啊。 他们的生活,谈论魔鬼如何的打败他们,多过如何的胜过魔鬼。 他们任由魔鬼折磨他们,伴起眼影啊,不是人形。 并不知道他们可以享用耶稣的名字。 所以圣姐妹,我鼓励你,这个系列的讲道,这是第一个系列。 你继续来看下去,我要你看到耶稣的名,不只是一个过在口上的一个宣称,或者一个口号。 耶稣的名字是万人。 现在是没有这样的情况。 以前常常我的教会,常常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很多,几乎每一天都可以,每一天啊,都有赶鬼的可以。 所以我们就要常常准备,常常进食祷告。 有时候我没有做什么东西啊,只是那时候要去赶鬼之前,我进食一餐。 就是在还没有去进行那个赶鬼的步骤的时候呢,我就没有吃,进食一餐。 我去到那个现场,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只要开始我喊耶。 我奉耶稣的名,那个人,那个邪灵在那个人身上已经是开始发作了。 这证明什么?证明不是我们有多虔诚。 我们身上有多少的能力。 那证明是耶稣的能力。 耶稣的名字是蛮有能力的。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谈论耶稣的名字。 这一个耶稣的名字,主耶稣身上所有的权柄和能力。 天上地上都认得这个名字。 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人生也没有。 因为所有的灵界的魔鬼,天子都认得耶稣的名字。 因此我们也要认识耶稣的名字,是属于我们的。 今天,你可以没有钱。 但是你不可以没有耶稣的名字。 再接受,再讲一个见证。 可能今天你遇到很多的经济的捆索。 我每一次,包括我也在,我也是,我也常常,我也有这样的状况。 身上只剩下一块钱的状况。 但是每一次,我遇到这样状况的时候,我都会祷告。 我都会这样的说,我奉耶稣的名。 我捆绑撒旦魔鬼的势力。 我捆绑他对我身上的经济加锁。 我释放奉耶稣基督的声明。 把丰盛,我看到,来了,来了,钱就来了。 当我这样宣告的时候,我就能度过这个经济的捆索。 我常常有这样的经验。 以前我们在做老人员的时候,什么事严都没有。 什么事严都没有。 我的人会告诉我,那时候他们都叫我买个低手。 买个低手,我们的老人员只剩下那么块钱。 然后,有十二个老人要吃饭,怎么办? 还怎么办? 我也没有钱给他们。 我就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在紧急关头,这个耶稣的名字是很有影响的。 我就说,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说,耶稣啊,我不要吃,老人也要吃。 我奉耶稣的名。 你祝福,你带你。 一祷告完眼睛张开的时候呢,门前就有一个招牌就来了。 我会有财路,我会有财路。 我会有财路。 我会有财路。 有些人就是,我们的那个昂岛春,我会有财路春。 就这样来了。 圣经病,耶稣的名字,有没有能力不在乎,耶稣的名字而已。 而在乎你对这个耶稣的名字的信心很大。 当我们天地相信耶稣的名字。 求告耶稣的名字。 在《十路行传》第十章十二节的时候, 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的名,我们得以持久。 唯有耶稣的名字。 每一次我们求告耶稣的名字,必来发生。 让我们来求告。